这是一个有故事的车位 经历了那么多次的刮擦 终于升级了车位的安全装置 这下倒车再也不用害怕了 刺激朋友 我觉得你还是升级自己的开车技术比较靠谱 我就算骑车技术再好 也不敢骑这辆子行车 毕竟这里已经变成了蜜蜂的家园 我要是敢坐上去 突击就毁容了 请问有人要买蜂蜜吗 绝对的野生原生态 没有任何添加剂 我是坐了什么 你也才会把车开出了船的气质 还是一艘漏水的船 现在回家应该来不及了 朋友我建议你游泳吧 可能还快一点 开车其实并不难 但开好一辆车才是最难的 全天下能把游乐场的碰碰车 开出我这样水平的人已经不多了 这位驾驶员请靠边停车 并出示你的驾驶证和身份证 家庭叔说出示游乐场那门票管用吗 开车是技术活 你以为坐车就不需要技术了吗 看到这位在车上睡觉的大爷 我瞬间觉得自己二十几年的觉白睡了 二十几年的车也白坐了 大爷你是不是有个外号就不倒翁啊 没有金刚钻就别懒此起火 这一车的人想不摔倒在地上都困难了 当司机跟我说摩托车还差一个人发车的时候 我以为上面只坐了一个人 没想到是旁边还能多挂一个人 这载可能力已经堪比小钟巴了 司机摩托车在你手上开发了新能力 有时候看比赛不是越精越好 如鱼误伤的 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比赛 因为场上唯一裁判被选手给提晕了 男方选手 你是不是眼神不太好啊 在家里看了整个直播过程的小宝贝 都觉得有点疼了 不行不行 我要喝一口奶压一样 孩子啊 看电视都能看到牙疼 你也是前无古然后无来者的 这个世界太暴力了 我还是在这里放空一下自己 好好想一想我 怎么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妈咪 你的存在就已经改变了 我们人类的地位 科技能改变世界 知识能改变命运 我就是靠自己的双手 一步一步提高成绩改变命运的 我的指甲越长 我的成绩就越好 以后健康老师请注意了 指甲过长的同学 请剪了指甲再让他进入考场 老板把公司的钱 全部存到我这张高速ETC的卡上了 看着这么多钱 我又有了工作的动力 也不知道要跑多少趟 才能用光里面的钱 司机 你可是有上千万的身家 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为了提高自行车的性能 我在车尾加装了双涡轮推进器 相信没有我达不到的速度 旁边这些普通单车 只配看我的尾灯 大哥 两个矿泉水瓶子都改装 就给你吹成这样 你咋不上天呢